开始的话人家会很戒备 所以我一般吧跟咱们国人说话 我就把这个摄像机关了 然后镜头最好就不要对着人 这样会引起别人反感 这什么个路子 刚才有跟这儿上的 这跟北京当年的90代那种真好像 737那会那会我记得我那会 2000年初那会吧 73772期那边就这就是差不多就这 这73772期那边就这 人家上下班呢人突然误了 那个年代的北京就现在估计已经不是这样 还有我那会在那个北大地那边住 北大地啊 那有很多商品 那公交车一倒的人 一片就挤过去了 那种生活离我最后太远了 我都是20年了 最少15年了 后来就慢慢慢慢慢慢就不那样 到后来做了管理之后慢慢的不得慢点上班 然后就就很少这么特务器了 这我现在吧也不愿意采访咱们中国人了 采访了几次我发现基本答案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来这儿亲戚朋友一块带过来 在这生意怎么样还就那么回事 基本上大概都是收入这路 你采访一万个中国人也差不多就这样 所以我现在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采访中国人 基本上回答案都是统一的 也不用问我都知道他们怎么说了 生意怎么样挺好啊 还好还挺好 不错一个月两万三万人民币 最好的也就是这样 不好的也就一万几千就这样 对吧有更好的就是我也采访不上这些 一般不露面这些人 一年上千万的根本你也见不着 对吧就这么个情况 为什么来的就是心里朋友推荐来的 都是这样怎么想来这儿赚钱呗 所以我现在我也不采访咱们中国人了 没用采访 采访半天几乎都一个答案 你说采访的有啥意义 我就采访那么几个 我发现几乎答案都是一样 当时就现在原来还问问老外这个车那 现在老外我问的也少了 我都问问我这房东吧 看看他们这人群收入多少钱 今天晚上他回去订个酒店 订了三天 还是市中心的 贵点贵的 起码就是说他那个舒服舒服 舒服舒服 这个环境太高高了 425度 我得做C253 我老看着这 这1090我哪看不着啊 1090 我看那个那个阿科在路上那哥们那阿科是广东人啊他然后他在那个这个这个南美这边看就是结识了好多这个他们老乡同乡 其实我我有四分之一的这个血统也是广东人 广东客家人 我们家之前讲过广东客家人 广东 我们祖上是在广东客家广东梅州啊 然后明朝的时候去的台湾 去的台湾 然后明朝去台湾然后你看我老爷是在 民国末年 明明明 胡说八道 我老爷是在这个 民国的时期然后去日本读的大学 读的博士 医学博士 后来那个 读完医学博士 就日本经济也不好 回中国 把我们鸭子带回大陆了 不能说带回大陆 带到大陆 祖上还是台湾 我刚刚住了有上百年的律师 我长得一样 我长得一样